这句名言原本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 现在却被他老婆第一夫人梅兰尼亚选走了 第一夫人办公室要砍人 挨刀的是副国安顾问米拉·里卡多 13号川普出席公开活动时 他还站在川普身后不远处 虽然川普阵营开除人不是第一次 由梅兰尼亚开口这可是世上罕见 但原因究竟是什么 消息指出梅兰尼亚之前单独出访非洲时 和米拉有了剧烈的意见交换 因此仲下开杂获根 尽管川普拒绝回应 但传出风声 部分内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带载对象 因为不满在边境移民问题上办事不力 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可能就是下一个挨刀 当初推荐尼尔森的白宫部闹长凯利也会遭殃 眼看民主党重掌众议院 川普内阁恐怕还会面临更严重的动荡 三地新闻 最后报道